而且累积在你的体内要很久才能够代谢掉 对 这样的状况下如果我们不注意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累积 那相对我们可以消费的额度就越来越少了 等到有一天你的额度不够了就爆掉 就发病然后要找医生处理 我觉得从这样的观念如果建立起来的时候 其实不是不能吃不能去奢侈的消费 只是比例要减少 我们油的食物少一点 甜的食物少一点 大部分时间应该是吃比较健康的食物 用这样的观念去吃东西 就不会太可怜 并不是说美食就不能吃 所以医养师的建议就是说外食的人口 就是少一点量 对 就是在种类上面可以先挑 还是可以挑一样好吃的 搭配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一起吃 用这种方式来搭配 好 那我请教一下林医师 通常因为我们有时候不能避免外食 比如说像婚礼要去吃喜酒 或者是以后去应酬这些 那我有注意到有一些人习惯放一杯水在旁边 那个东西稍微把它油或者是太咸的 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用处 或者是把一些皮弄掉 那外食又不得不外食 那怎么样来建议 没有错 我想我们是一个油的问题 油的话就是说其实最重要的油是在动性的油 我们说这个胆固醇 我们说胆固醇 三分干油脂 高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 我们注重是胆固醇 胆固醇只来自动物细胞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所以动物性的食品一定要少吃 那所以它把皮拿掉 其实动物的油最丰富是在皮下那一层 你不要看它薄薄的一层 其实它丰富非常营养的里面的油脂 皮最好吃的 皮要拿掉 炸鸡腿的皮最好吃 所以假如说 一定不能吃 麦当劳或者说肯达鸡那皮 最好吃的就不要吃 不要吃皮 对 不要吃 那第二话我们是就是有比例的问题 我们吃白肉 吃鸡肉跟鱼肉也不要吃皮 因为白肉它里面的脂肪成分比较少 这鱼的部分 鱼的那个肚子可不可以吃 什么丝木鱼的肚子 肚子可以吃 很多油脂对不对 那我说皮的油脂 那第二部分就是盐粉的问题 因为盐粉跟我们本身的肾脏的功能 还有需要是有关系的 那所以呢我们这样子用 它是用这个白开水或者开水烫一烫 就把这些油脂 把这些盐粉把它洗刷掉一点 这也是有帮助 也是一个帮助 对 所以我们平常出去外面吃东西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你前面放一个杯子或放一个碗 里面有一些水稍微沥掉一点 虽然会影响一点点那个口感 会影响口感 不过呢刚刚营养师已经提醒我们说 可以吃了 但是量少一点 爱吃的东西少一点 搭配一些该吃的 爱吃的跟该吃的东西互相搭配 是不是意思 然后量少一点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稍后再回来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的时候跟大家谈一谈 如果你已经不幸吃了这么多 而且开始身体已经产生问题了 我们怎么来治疗 所以下半部我们来谈一点 食疗的部分 稍后来 欢迎再回到E100 请报现场 刚刚前两段我们特别针对许多饮食的问题来提醒 还在健康中的朋友 如果您现在身体还健康很少去医院的话 请你继续保持你最好的饮食习惯 让你可以永远都不用进医院 或者是延后你进医院的这个年代 所以非常重要就是现在就开始控制 即使你只有国中一年级就要开始控制 你的口腹之欲 那现在我们开始要来面对许多 不得不开始要进医院 我先问一个问题 是不是很多人说 能够多喝水就没事 那没事就多喝水 因为有一种饮料就叫多喝水 换言之 水喝多是不是很好 因为可以冲淡一些里面的 我不知道像油脂或盐分 是不是因为多喝水有用 来我们先问营养师 其实水分在身体的需求量上 还是有一个建议值的 并不是说多喝水就一定好 当然在某些状况下 多喝一些水可以帮助一些 新陈代谢物的排除 可是一般状况 健康的人的水分的一个建议量 大概是每一公斤体重30cc 所以如果60公斤的人 一天的水分的建议量 大概是在1800cc左右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量 但如果刚刚讲 比如说有肾结石 或者说有痛风的人 是需要再增加一些水分 并不是无限量的增加 因为也有可能喝太多水 最后会发生一个水中毒的现象 水中毒 对 就是电解值造成不平衡 水中毒的现象 那像水肿跟喝太多水有关系吗 那水肿大部分是身体 已经有一些器官有问题 才会发生这个状况 所以并不是喝水本身造成的 那林医师你平常会鼓励 你的病人喝水 那是一定的 要喝 对 我的条件比较宽厚一点 是吧 因为我们人体里面70%是水 70%是相当相当大量 那大家可以想 假如说我们的水分不够的话 每一个细胞都在干渴的状态 那对整个新人代是有大的影响 那刚才谈到这个尿酸的问题 就是结石的问题 那这个东西当然水分是一定要够的 因为它就可以吸湿它 可以排泄它 那当然水分的话呢 它不只是这样子 它对我们的这个排泄 就是我们的这个大肠的排泄很重要 我相信现在人因为工作的关系很累 常久坐久站 而且常常因为太累 没有时间去正常吃喝 所以常常会造成 宿便 排便的问题 那我们排便的话 有三个大的主要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水分不够 第二是纤维不够 第三个是运动不够 这水分子相当重要 所以其实我 我宁可放松一点 它还有一天 差不多两千到两千五 那当然这个有个心理条件 就是说你的肾脏要正常 因为肾脏正常 它就可以排泄多余的水分 然后可以调节电解质 那就不会发生 刚才赵阴阳师怕了这个电解质不平衡 这是正常的是不会发生的 有一种状况 林医师一讲 我忽然想起来 我知道很多的忙碌的人 特别是男生 比较严重 忙人不敢喝水 你知道吗 因为怕上厕所 他不想去跑厕所 所以有的时候一忙起来 就最好少喝水 因为怕跑厕所 有些演艺人也是这样子 尽量少喝水 所以这是很严重 对不对 那我在想 另外就是说 我们刚才谈到说 整个新陈代谢 那第二是大肠的排泄 那再谈到肾脏的排泄 假如说我们水分喝得很少的话 那我们就会把大部分的这个尿液 把它存在身体上 就是说你会很少去上厕所 很可怕 对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想想看 一滩水在那地方 当不动的时候 那边的微生物一定会繁殖 我们可以想象 那在一滩水上面 会产生很多蚊虫 所以呢 在这种状况之下 就很容易产生 太恐怖了吧 泌尿的感染 对 这个在我们的现在社会中的 我们的妇女同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厕所 其实在公共厕所应该 我的认为应该三比一 因为我们妇女同胞上厕所需要多花一点时间 可是你常在公共厕所 不方便 男生很快就结束 但是女生要排很长龙 大家还在等上厕所 尤其是到国家音乐厅去看表演的时候 只有十分钟二十分钟 但是女生厕所就大排长龙 那大家干脆演出前不要喝水 要不然等一下非解放不可 那这里刚刚林医师提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女性同胞如果不喝水的话 那个尿液放在身上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或者是你的会变很灼 或者是颜色很深 那第二个是刚刚提到节食 其实很多的男性会有节食的问题 忽然痛到你其实不得了 那这种东西因为水喝的不够嘛 所以林医师所以非常非常鼓励大家多喝水 特别是那个便秘的状况 也是可以用多喝水来解决 是不是这意思 是可以帮忙 是的 所以你要不要修正一下 喝点水 其实我的观察是 大部分的人平常水喝不够 连我刚刚讲的这个 一公斤三十细细的水量都还达不到 所以尤其是上班族 他不允许离开座位 或者像坐柜台的 那甚至像医院里面的某些工作人员 其实我们也观察到这种现象 不喝水 就是没有时间喝水 因为他根本 没有时间上厕所所以不喝水 所以他也不喝水 因为忙就不喝水 然后他也没有时间上厕所 所以也观察到这种现象 所以像我们后来 像这个预防泌尿道感染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本来是给病人用的 就是一些护理之家 或者一些老人 在推荐他们使用的蔓越美脂 结果后来我们发现 有一些医疗人员也跟我们 就是跟我们一起订一起买 就是喝蔓越美脂来预防 这个泌尿道感染的问题 对 因为难免你偶尔就会要憋尿 但是现在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以为喝饮料等于喝水 就是说他喝什么 可乐也算喝水 喝果汁也算喝水 这些东西算不算喝水 水是水没有错 可是那是不同的水 对 就是说 饮料本身因为含糖了 这是重点 如果说你今天只是喝水就是水 可是当你喝了含糖饮料之后 所以你们刚刚两位的定义 都是白开水 对 没错 别的水不算 喝茶 喝咖啡不算喝水 理论上